丹宁直击到车祸的惊险瞬间 在新北市五谷 有驾驶违规回转 遭到执行车撞上 导致执行车翻覆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没有意识 还好松一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台北南港则是有男子 喝了200毫升的高粱酒还开车上路 最后整台车开上了分隔岛 车子整个弹飞相当夸张 夜晚光线昏暗 一台黑色宾室休旅车准备回转 没想到下一秒遭后方执行黑车 猛力撞上 刹车步及地面擦出大量火花 光用看的就知道撞击力道真的不小 执行黑车90度侧翻 车头毁损几乎烂了 遭撞休旅车板金也全毁 事发就在新北市五谷区 开宾室休旅车的苏信驾驶 违规大回转错在先 执行休旅车刹车步及撞上后翻覆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意识不清 两人最后双双送一 好险没有大碍 另外在台北市南港区 驾驶开着开着 怎么就突然往左轨切开上风格道 整台车弹飞了起来 没想到警方到场一查 发现根本酒驾酿货 有酒有喝酒吗 驾驶闷不吭声 但浓浓酒气藏不住 大概0.63 酒侧值高达0.63 明显就是酒驾上路 驾驶被逮坦言 上路前喝了200毫升的高粱酒 自以为酒气消了才一路从中立开了快一小时的车来到南港 没想到最后精神不济 一头撞上风格道 当场依公共危险罪 逮捕 移送 士林地检署侦办 酒后上路实在不该 好险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否则可不是吃上一条公共危险罪那么简单 记者马申杰讲墨语综合报道